很多小伙伴们说我昨天的视频有点快 今天稍微慢一丢丢 树被绣啊 你说的难不难 说的简单呢又不简单 反正我开始的时候也不会 也是绣了两三个图之后 才算是有那么一点点小门路 那个时候我总是在想 为什么他们就能绣的那么好 而我却不行 我就反反复复的看视频 找资料 最终还真就摸出来点门道 这个门道就是多练 开始学不会的时候也抓狂 烦不想绣 可是后来学会了却觉得 树被绣到底有什么难 一点都不难 反而让我找到了这种跳针的乐趣 绣树被绣啊 就是一定要给自己留一条回家的路 把自己路堵死了 那你就回不去家了 熟能生巧 可能说的就是这种状态吧 树被绣没有规律 也没有什么技巧 走真走的就是那个 随心所欲 怎么开心怎么跳 只要你能跳得回来就行 我也经常把自己早丢 丢了有什么怕的 重新早嘛 当然你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注定你会去改正 日记越累 你们会绣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棒 我也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学会树被绣 但是又希望你们不被树被绣所牵绊 做你们真正的自己 怎么开心怎么来 好了 我要做真正的自己去了 大家看完吧